看电影 找旭哥 猪笛摆房 用碗车 大家好 我是神刀旭哥 兄弟们 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一部 日本恐怖片《东营鬼咒》 有五个日本知名的恐怖片导演共同完成 说白了 他们就是想联合往此吓唬你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看 这五个故事究竟有多吓人 歌一即刻 乐梦呢 咱听旭哥 慢慢说 话说 在一个雀黑风高的夜晚 一辆公交车行驶在途中 这时上了一位穿和服的大妈 大妈说 老弟啊 我给你讲个鬼故事提提神啊 四季说 不用 啊 好的 话说 在一个雀黑风高的夜晚 一辆公交车行驶在途中 这时有一位女人招了招手 但是开门后 发现并没有人上车 四季以为看错了呢 就继续往前开 突然 他听见一个尖锐的声音 我要下车 四季瞪大双眼 看了一下后视镜 这给他下一句一定 发现后桌上出现一个诡异的娃娃 我要下车 我要下车 你想啥呀 难道你也想听鬼故事吗 接下来咱们来听大妈讲的 第一个故事 蜘蛛女 在日本 有个女人非常讨厌蜘蛛 只要她看见蜘蛛 必须得整死的 这在晚上 女人正在睡觉时 突然 一只蜘蛛爬到了她被子上 这给她下一句议令 她起了一看 手里全是蜘蛛网 随后 她趴到了墙上 自己居然变成了蜘蛛 从那以后 日本民间就开始流传 关于蜘蛛女的恐怖故事 传闻 蜘蛛女白甜跟普通人一样 但到了晚上 她后背就开始长久 攻击人类 尤其提到长双眼皮的人下手 不过遇到蜘蛛女也有自救的办法 只要大声喊出黄带珠峰 蜘蛛女就不敢靠近了 因为黄带珠峰是她的天敌 三哥和二柱子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二柱子听说蜘蛛女喜欢待在二线桥洞里 于是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拍照 结果她好像拍照了啥 吓得个嗷嗷聊啊 从那以后 二柱子就失联了 三哥显然过去找找她吧 结果看见一个女孩在拜蜘蛛女 三哥就问 父亲有人被蜘蛛女袭击吗 女孩说咋没有呢 我同学王伟红就被袭击了 于是女孩领三哥来到王伟红家里 进屋后发现小红目光呆滞 女孩说别怕 她是记者 你把那天的事 试着小红别着急慢慢说 小红喘了一口气 传来咋啦的声音 小红的嘴里也出现了猪死 这时小红的妈回来了 女孩打了上招呼就走了 于是三哥准备跟他妈聊几家情况 红妈说 她爸死得早 但小红出生前就死了 我白天上班竟然不在家 所以她可能是太寂寞了吧 三哥说 那你相信女儿是被蜘蛛女咬的吗 红妈说 你知道蜘蛛是怎么交配的吗 三哥说 不到啊 母蜘蛛的体型比公蜘蛛大了好几倍 所以等交配的时候 母蜘蛛就会把公蜘蛛给吃了 三哥说 姐呀你别上菜了 我该走了 但是她刚起身 发现拖鞋被粘住了 这时她听见同志二柱的声音 于是就来到小红的窝室看看 结果一开门 发现二柱的在里边呢 突然小红的背开始鼓包 四个大牙看着三哥 这个三哥吓得赶紧往头跑 这时红妈处来了 小伙子 准备好跟阿姨交配了吗 这把三哥吓得赶紧见黄带珠峰 黄带珠峰 这才安全地离开了 本以为这就没事了呗 结果她低头一看 有两双小脚给她骑上了 随后红妈脱掉了衣服 镜头一转 一帮年轻人在车里唠嗑 他们经过二线桥的动纸 看见了惊人的一面 三哥居然变成了蜘蛛精 哎不对呀 红妈不说交配完 把工得给吃了吗 难道说是三哥那方面不行 这红妈生气了 底下内容纯是我个人瞎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天黑早点回家 否则遇上红妈呀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 第二个故事 戏 这个房间非常诡异 里边贴满了红色的胶布 几个月后房东来收租 发现租客竟然失踪了 于是就给她好朋友老娘打电话 老娘进屋后也被吓一跳 就赶紧把胶布给撕了 她打开好朋友的电脑 发现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写着 有人看我 有人看我 老娘写着的这啥意思呢 这是房东到冰箱里拿啤酒 不待会儿老娘听光一声 她进屋一看 发现啤酒撒了 而房东却不见了 老娘以为房东走了呗 就准备擦地 发现并不用人 她心里自己应该是眼花了吧 发现电视上有个相机 就放出来看看 画面里是她朋友 自己拍摄的录像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紧接着 她把屋里贴满了红色的胶布 这时她朋友也听到了 那个诡异的笑声 出去一看 发现窗户的胶布开了 随后她朋友发出了一种惨调 被傻玩意给拖走了 老娘看完一脸懵逼 行这屋到底发生了啥呀 突然电视灭了 她一看是电源掉了 就准备重新查一下 这个老娘下一居定 妈呀 刚才什么玩意拉我一下 老娘吓得撒嘴就撩 结果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 从缝隙里 竟然伸出了好几只手 老娘赶紧去拿胶布 把屋里所有的份儿 全给贴上了 但还是能听到这个笑声 老娘现在不对 只就是那块忘贴了 是哪块呢 是哪块呢 这时她想起来了 原来是放胶布的抽屉没关 于是她就过去了 拿来吧你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拿完胶布一定要把抽屉关上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故事 牺牲咒 深夜一个女孩听见外婆在念经 于是就好奇过去看看 这时她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小洛磊一只巨大的怪物 在叼着外婆 结果第二天她外婆就去世了 长大后 鸭蛋离开了老家到东京工作 这天她收到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 没有 她行的谁这么变态 居然送这碗呀 鸭蛋分析可能是胡合掌送的 因为之前胡合掌跟她表白 被鸭蛋拒绝了 这次可能是报复吧 同事说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听说这个胡合掌会诅咒人呢 晚上鸭蛋回家 发现门口摆了一堆资料 门上也被画了符 第二天她发现胡合掌的手坏了 行的不能是你拿血画的吧 这点她听说母亲生病了 就赶紧请家回来看看 在祭拜祖先时 鸭蛋回起小时候 看见怪物的事了 特鸭说别提了 那天你妈病情恶化 差点就没了 我第二天回来 才知道你外婆去世了 这时隔壁的老太太来了 说鸭蛋啊 你妈是为你而死的 她马上就要来了 由于这老太太是精神病 鸭蛋也没多想 晚上她妈不睡觉 一直在那念经 怎么劝都包我事 第二天她发现旁顶上 有一个和她家门上 一模一样的服务 待来几天后 她发现母亲没啥大事 就回去上班了 鸭蛋想找胡科长谈一谈 结果她刚要敲门 发现胡科长出来了 于是她赶紧躲到了一边 等胡科长一走 她通门留进人家屋里 进去后 发现屋里摆着各种各样的符咒 还发现一本写着自己名的录像带 结果放出来看 果然是胡科长画的 这时她发现胳膊上也出现了符咒 没过几天 鸭蛋就又回家了 半夜 家里人都睡着了 她妈还在念经 突然 鸭蛋的房间掉下了很多的资料 手臂上的符也加深了 此时 她听见妈妈在念经 就过去看看 而这个动作 跟小时候看外婆的时候一模一样 等鸭蛋再一看 发现角落里 一只怪物把她妈给揍了 第二天早上 她发现手臂上的符没了 棚上那个符也没了 就一看才知道 原来她妈也没了 与此同时 胡科长也死在了家里 原来那天 外婆念经是为了保护鸭蛋的母亲 而她母亲念经 是为了保护被诅咒的鸭蛋 两个母亲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护女儿周全 所以此咒名曰 牺牲咒 世界上 只有你的父母是无条件爱你的 你宁愿想不到 你的父母能为你做出多大的牺牲 所以没事别老气你妈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 第四个故事 金发怪谈 一个日本人 第一次来到美国 就乡中的美国金发大牛了 又喜 哈可女的 丢刚刚是来美国出差的 照着董事长出去旅游了 刚刚就顺便住在董事长的家里 进入后 他发现桌子上 也摆了一个金发大牛 刚刚心思 我啥时候能整一个呢 由于时差的原因 刚刚就瞇了一会儿 不待会儿 刚刚睡醒了 他喝了一杯酒后 感觉太无聊了 就回到了床上开始一吟 哎呀别闹痒痒 不对 这屋就我自己啊 刚才那是什么玩意儿 就在这时 电话响了 哎呀没事没事 刚啊 董事长自杀了 他根本没去留 你快点离开那屋啊 刚刚一听 料理电话就开始收拾行李 这时他被一种头发给缠进来 这时床上铺满了头发 一个女人出现了 好尴尬呀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 东营鬼咒的最后一个故事 死亡凶兆 如何在监控下 盗取公司的机密 这个小伙 现在纸上画好了盲曲 等所有人都走了 他从桌子底下匍匐过去 偷完资料后再回来 这样就没人发现了 此人名叫老娘 他偷资料是为了卖钱 然后准备和情人私奔 电梯打开后 里边站了三个人 老娘进去后才发现 电梯是往上走的 这时他情人给他打电话 大奶了 这都七点了 老娘说马上马上 我去电梯里面 就在这时 电梯一开始忽明不安 不待会儿电梯就坏了 你说点儿都背 老头看见他拎着皮箱 这小伙子 你要去旅游去啊 老娘说 这么巧 我们也是来旅游的 过一会儿 他情人又打来电话 老娘看了一下手表 还有一个多小时了 说不行咋敢下一班呢 哎呀消消气 有事好伤 喂 喂 你给你擦 这关键石开没电了 于是老娘就把后边 这仨人借手机 结果这仨人都说没有 老娘非常诧异 这都2021年了 出门还有不带手机的吗 这时哪不想 据员队问里边的情况 老娘说 电梯有四个人 你们赶紧的吧 我着急赶时间呢 据员队说 先生您冷静一下 刚才您说电梯里 一共有四个人是吧 但我这边监控里显示 电梯里只有你自己啊 老娘听完瞬间就懵了 啥 只有我自己 难道这仨人是鬼 这时老头发话了 小伙子 你别着急 人哪 总有一天会出去旅行的 这把老娘吓得 赶紧把资料拿出来了 这对不起啊 我错了 我不应该投资料吧 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时老太太哭了 然后老头跟女人也哭了 老娘亲子 这啥意思 我要死了吗 不行了 我可不能死了 老娘瞬间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赶紧跑出去 抱住消防员 此时电梯里的仨人也不见了 消防员说 你是不是有秘密恐惧症 出现幻觉了 老娘说有可能吧 于是他捡起资料 匆忙的离开了 出去后 他坐在椅子上缓了一会儿 他一看表 完了 这指定是不敢踏了 这时他又看见 电梯里的仨人了 下来他赶紧拎包走了 随后一个老头走了过来 说命运总是无常的 但他被铁块砸死 却是命中注定的 不信你看 老头说走吧 我们去下一个死亡现场吧 老太太说 是那个7.49握鬼的女人吗 老头说不是 那女的能握70多呢 有三个孩子 七个孙女陪着她呢 接下来咱们要看的是 在医院里被感染而死的人 这时戴帽子的女人过来了 这个世界上并不都是那样的女人 也有对男人很认真的 我就是等一个不回来的男人 才开枪自杀的 说完他栽掉了头上的帽子 就这样 四个人前往了下一个地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阎王爷叫谁三更死 那谁也留不到那五更石 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我们能做的是 只有珍惜当下 生命只有一次 不要在死之前 给自己留下遗憾 好了 今天的鬼故事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给旭哥点赞加关注哦 祝各位晚安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